今天氣溫33度, 可否開冷氣? 洪家家輝, 整個都很明白 不夠五個人, 家裡不可以開冷氣 可否能夠溫度計? 35度, 開了… 好可憐, 外面吹出來, 這房子會熱 很臭 我現在正式宣布 以後家裡, 就算只有四個人 都可以開冷氣 謝謝爸爸 太棒了 怎麼樣?二妹, 你回來睡嗎? 是呀, 工業出了旅行 我今晚在這裡睡 這麼涼?你們開了冷氣嗎? 剛才阿楓少爺在這裡 他剛才下去買東西 所以我們才開了一會 原來如此 是嗎? 弟弟 阿希 床單, 你又替我換了? 我替你打乾了, 燙好, 晚點放進櫃 對了, 姨妹, 有沒有幫我看看 信箱有沒有信? 看了, 沒信 金叔 風少爺… 對了, 風少爺, 剛才要下去買什麼 我買東西?我沒有買東西 阿佑, 你剛才上來 你說要下樓買東西嘛 什麼上來?我剛才下班 還想上來吃餐? 對了, 你的眼睛眨著眨著 有什麼問題? 眨眨著眨著眨著 你們倆是想做什麼口供嗎? 對不起, 金叔 剛才我們真的熱得受不了 所以才開了一會兒冷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金叔 張哥, 什麼事? 夏星, 現在要弄鹹水喉 金叔, 你怎麼這麼大小 我們那張是放進信箱 金叔那張是你親自拿上來的 我也不想的 他們的信箱塞滿了 水也放不下, 我就放進去 快點走, 放進去, 放進去 沒人在這裡 乾杯 對不起, 爸爸 一個人說話也沒有句話 你們真是壞 一個人不斷騙阿哥 什麼?我永遠不會騙阿哥 阿哥, 我幫你拿一張床 回到房間 好, 先生, 兄弟 什麼? 這張是什麼? 這張是那些材料標籤而已 什麼? 人哥, 這個是價錢牌 我洗了這麼多次床單 價錢牌還在這裡? 你怎麼洗法? 就是說這麼多年來都沒洗過 對不起, 哥 我看你穿了床單也是一樣的 我沒有換過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 所以你就拿去辦, 拿去洗完 然後放在天台 然後再拿它放進衣櫃 就當換了? 但是為什麼?不好意思 結果回來真的乾淨了一點 是因為… 這次說這麼多年來都沒洗過 阿哥, 有什麼事呢? 我的床單不是一樣 這麼多年都沒洗過 怎麼辦?只好皮膚敏感和濕疹 但是我一直以為 我的家庭是家庭和睦 每個人都誠信有利, 全部都是假的 我今天不存放 怎麼這麼大話? 獨森神探? 其實是你的身體語言出賣了你 不是吧? 他什麼都沒說過 就這樣靠動作 你就可以猜到他說謊? 我有辦法分得出誰是人, 誰是鬼 阿堅, 我什麼都知道了 阿吉叔, 你說什麼? 你最好坦坦白白說出來 如果由我指出的話, 大家也不好 對不起… 其實是… 我忘了給Ton的聽片, 對不起 你知道嗎? 今天拍不成, 要虧多少錢 我怎麼向潮先生交代 你來, 跟潮先生說 對不起… 阿堂… 阿堂… 家叔, 你好聰明 你怎麼會知道? 他的身體語言已經出賣了他 什麼身體語言? 剛才他在說話的時候 一味在這裡吵兒子 經過又向右邊看 好像是, 但今天到底是什麼? 一個人在說謊的時候 血壓就會上升 令耳朵和臉的部分就會痕癢 所以就拋耳朵了 但向右看, 又代表什麼? 他的油腦正在運作 這部分是負責創作的 也就是說, 他正在作故事 原來如此, 但為什麼你會知道? 我昨晚看這個《獨森神探》 學了很多東西 打算對付一群說謊非常厲害的人 什麼人? 我家人 真奇怪 我前幾天買了一盆限定薯片 現在沒了, 找到也找不到 什麼? 早安 你前晚看電視的時候吃了嗎? 我又有嗎? 有, 你在看, 八點鐘 我們這樣說, 怎麼真的? 是呀 他說話的時候, 摸了幾個鼻子 還近了幾個腳 這兩個都是說謊的表現 謝謝… 對了… 我叫你上網幫我買那些波票 你買了嗎? 是呀…不過可惜, 我今天沒空買 沒空, 今天星期六 星期六、星期日 那些大小姐都有機會找我做事 就是今天突然叫我六點前 要交一份提案給她 我一趕完就買了票 又是那個農曆?你叫她去死 她剛才的呼吸輕微快了點 她還站得這麼安靜 證明她很緊張, 可能說謊 根蘇, 你在看什麼? 我…沒有 我在看一些罪案的發生 你們兩個說謊 阿哥下午不在 他怎麼看見我偷吃素素包薯片 難道爸爸送貨的時候 剛好看見我去做臉書? 素素包薯片是不是你吃了? 沒有… 二妹 你今天下午是不是去做臉書? 沒有 你們可以騙別人, 騙不到我 什麼? 爸爸 阿哥, 為何突然變得這麼聰明 一眼睛就喜歡我們說謊 我本來買了芒果回來 就準備做芒果布甸 但是剛才我掃了一掃, 少了一隻 不知道你們是哪一位吃了呢? 沒有 是, 我吃了 那我做好芒果布甸 那你就沒得吃, 別吵 我粗熊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 明天要去律師樓拿 但是明天沒空 請問有誰有空去幫我拿一拿呢? 爸爸, 明天我有事要做 對不起, 爸爸 明天我沒事要做, 我幫你拿 是… 是呀, 素素 阿哥, 我今天拖地的時候 發現你房裡的牆壁有一點點甩灰 你這樣說好像真的一樣 要找人來做 無緣無故為何會甩灰呢? 可能是因為潮湖濕 對不起, 根叔 我…去我搬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碰到牆壁 我打算洗乾淨的 總之越做越壞 都算你坦白 總而言, 今天大家的表現 我都非常滿意 不過還要繼續努力 做一個誠實人, 好嗎? 我們今天很幸運 士兄說很多人沒有訂 想吃盆龍鮮也沒得吃 盆龍鮮是不是很貴的? 八百, 八十百而已 對不起, 我們之前激怒你 又沒馬上哄你 還跑去大教訓 你吃完這頓盆龍鮮之後 別再生我們了 過去的東西不要再提了 來…喝一杯茶, 來… 來… 阿嫂, 你稍後多吃一點 老婆, 你也多吃一點 最近瘦了, 你看臉部 瘦得慘了 阿公, 你的嘴巴那麼瘦 水, 你這頓多貴也要付, 是不是? 這一頓究竟是多少錢? 百…五十… 跟叔提村仁哥說謊吧 我撞你犧牲了 你們快點找人認認阿哥 讓他知道這頓要八千八百八十八 死定了 我老公來吧 其實仁哥他們怕你覺得 這一頓貴會心痛 所以便宜了一點 這一頓的優惠價錢是一千八百八十八 老婆 幹什麼? 大哥, 你看了《獨心神探》 都忘記摸鼻哥, 即是說謊 仁哥, 你別動作這麼大 當然了, 所以當然看得到的 夠了, 你們倆 你們別再打算欺騙爸爸了 爸爸是聽到我們的心聲的 對不起, 爸爸, 你原諒我們了 這一頓盤同仙其實是八千八百八十八 這麼貴? 其實他們真的怕你覺得貴會心痛 所以才說便宜了 不過這頓是我們給的, 所以不用擔心 我知道就算這頓不用你給 你也不喜歡我們吃得這麼貴, 抱歉 老公, 不要生氣了 我當然生氣了 生氣你們?生氣你們不早點跟我說? 讓我今天下午可以流胸肚子 你們吃這頓好東西吧? 你不生氣我們說謊? 其實想起來只是為我好而已 我有什麼好生氣? 不過總之一家人以後有什麼事 就要開心、見誠地說 我們家庭才是個和諧融合, 是嗎? 是… 真的好嗎? 好, 來… 大家起碗吧, 來…